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时间为脉络 影像为语言 带领观众穿梭百年光阴 走进上海苏州河和巴黎赛纳河 来探索属于两座城市和两座河流之间的时代共鸣 与与点栏目 尤其是中国在1900年 这互相当时最初的电视视 因此之互动的重要性 音设计在交易 在碧亚中表现这些照片 为美国的观众可以看到 生活经常在中国的生活 在中国的生活 如何生活 今年正好是我们成立四十周年 在这四十年内 我们始终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从世界各地 采集和研究 关于中国上海的历史影像 那么在这些历史影像的基础上 我们策展 策划了这样一个展览 希望通过影像的这个 一个角度 把上海和巴黎 苏州河和塞纳河之间 能够建立起一种 亲爱的联系和文化的连接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始终胸怀国者大者 以金融力量支持 中外文化交流互建 做好上海城市形象的推广者 中法两国文化的传播者 并不谈讨厌